女子烧烤摊醉酒扰民 居民好心提醒反被骂 还敢叫嚣整个小区 态度极其嚣张 结果变在车上一顿爆锤 这是发生在11月12日 重庆某小区的视频 当时已经是凌晨 小区居民都已睡下 可楼下烧烤摊三女两男仍在推杯换着 期间又哭又哭 声音非常大 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休息 于是二楼的住户便好心提醒他们 声音小一点 谁知就这一句话 竟然惹怒了一行人 尤其是穿条纹上衣的短发女子 竟当众耍起酒缝 指着住户的鼻子破口大骂 还拿起手机拍摄 边拍边挑起舞来 叫嚣着要居民有本事下来 这一下可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整精神了 本来大家睡不好就憋着一肚子气 还敢这么嚣张 所有人顿时都不困 一起下楼找他理论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音乐 本来就是你们不对 看到居民下来 说几句好听的也就没事了 可这三个女的偏步 非得跟居民硬刚 其中这个白衣女子叫得最凶 还跳起脚来对住户指指点点 但同时她也是最狡猾的 惹完事就跑到两个小伙伴中间躲着去 其次是这名穿红色卫衣的女子 一直指着自己的脸 大概是在说 有本事来打我 一旁的男性朋友拉都拉不住 而这名条纹女子呢 则是一边打滚一边跳舞 跳到高兴时还不忘吐人口水 再看到有人拿手机拍她时 突然一个小碎步 上去就要夺人手机 幸好被她朋友给及时拦下 不然大哥势必是要上去 跟她切磋一笑玩技 尽管三名女子全程态度嚣张 极尽挑衅之能事 但大家伙还是秉持君子动口不动手 点到为止的云泽 虽然大家都跃跃于是 但敌不动我不动 直到相关工作人员赶来 将三名女子带到车上 本来老老实实坐里面也就没事了 可三人非得作死 一再挑战居民的耐心 尤其是这名条纹女子 居然率先上手 大家伙再也忍不了了 正所谓是可忍熟不可忍 直接将她按在车上一顿爆锤 终于老实了 三人被火叔带离现场 最终这场无计切磋 以小区居民胜利告终 现场响起欢呼胜一片 但大家多少还是留了一手 毕竟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吗 咱就是说 现在有些女的事真能做 已经分不清现实一梦幻了 觉得所有人都得让着她 于是为所欲为 前有山东小哥为耳重疯 后有重庆醉酒姐当街发疯 反正网友们是看解气了 但也有不少人隐隐有些担忧 他们害怕小区居民会因此担忍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双方当事人的行为 首先是醉酒女子一方 本来凌晨醉酒扰民在先 接到居民投诉后 不仅不收敛 反而戒酒滋事 还辱骂凹打他人 对整个小区的居民造成严重影响 若情节恶劣 可追究其行事责任 其次再来看小区居民的做法 在面对滋扰的时候 居民当然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 居民们的行为一直都很克制 但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后 有群起而公之的行为 当然是不合法的 但前提是对方先动的手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正当防卫 评论区有没有懂法的小伙伴 欢迎科普 那么大家又怎么看呢 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又会怎么做呢 欢迎评论区永远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